人家伤成这样了 能表现成这样 已经不错了 这乒乓球真是一代一代的 都是这样 就是他的教练 永远也不会 当初他打再好多 也仍然会说 他还有些问题 但你也是永远对他 觉得没有 让你全部满意的时候 这场比赛实际上是非常关键 对马林非常关键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比赛 我们刚才看马林 好像这个 大家都说表情凝重 就是输给王丽琴之后 刘长你现在觉得他 只能靠自己调整 就是说调整 刚才走出上一场失利的一场 对 因为马林这次打得非常困难 第一场一失利 我当时就感觉到了 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这种局面各方面 而越打越困难 特别是上一局 大比赛领先的 他心态必须要操整得很快 而对马龙 他从技战术来讲 他也不是说特别好打 马龙在全运会的时候 还赢过他 对 这场球两个人都是在 面临着极大困难的情况下 对 有的人是脚痛苦 有的人我估计是心里痛苦 一个脚受伤 一个心里受伤 马林是心受伤 为什么受伤 总是我 而且这场比赛对马林来说 非常关键了 对 必须赢那一场球 生死之代 我们现在开局好像马林不太有力 我们赶紧来看看这场比赛 还是由杨颖来为大家进行解说 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看 直通布莱梅第48届士兵赛 团体赛 中国平凡球队南队大循环的选拔赛 那么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日化 这场比赛对于马林非常的重要 那么马林呢 目前的成绩是七胜五负 而且马林 现在王浩基本已经稳能够获得这个富莱梅的首张入场券 但是马林和这个好帅还是一个最大的争点 那么今天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呢 我们还是请到了中国平凡球队的南二队的教练方文 来和我一起来解说这场比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场球对于两个运动员来讲都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到了比赛这个阶段 一场球的输赢都会影响到整个比赛的名次 对 昨天刘国梁教练也特别提出了 就是像马林王立琴有好些比赛 希望就是说能够简单的把对手拿下来 也就是靠一些控制啊 靠一些这个其他的技术靠经验能够赢下比赛 但实际上16名选手15个对手 每一个对手都不容易对付 往往一场球这个输了之后 可能对下面的比赛直接有很大的影响 大家看到马龙的技术比较全面 正反手的进攻能力都比较均衡 尤其是他对付马林这种直板的单面的打法 怎么样离补偷袭对方的那个正手的漏洞 速度上压住马林 马林呢 从比分上来讲 从开局落后到现在中局又领先 又到了相辞的阶段 看出来呢 大家的比分交叉 水平比较接近 接近 对 方正导致我记得您原来是在汕头带马林 然后后来马林和刘国正又到了国家队 那同时您从汕头也跟过来 也到了这个国家队 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在 93年 93年左右 那时候您每天就是在训练结束之后 经常给马林啊 给刘国正加班 当时马林和刘国正并没有出名 也没有拿到世界冠军 那现在马林的成绩和您当时对他的预想 有没有什么出入呢 这个当时来讲呢 吕玲在纸板反交 单面拿的打法里面是国内的第一号 当我抓马林训练的时候呢 我的目标就是希望他能够顶上吕玲这个位置 在纸板反交里面能够战胜金泽珠这样的世界的优秀选手 在占有自己的一席的地位 很快几年之后 97年 他们已经在国内和世界比赛里面露出头角了 应该说马林的成长 包括马林获得的成绩和您当时的这个眼光 还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出入 总的打法应该是朝着这种打法去发展 但是呢在国家二队 他是我们二队的教练组共同抓 然后呢到了一队也是吴敬平教练 也就是现在场外的教练 一直都是主管着马林的训练 对他的前三板 对他的基本功 对他的计战术 各方面的综合数字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对 那这样马林在第一局就以11比8 先胜了第一局 应该说一个运动员的成长 不仅仅是哪一个教练 就能够一手把它带到最后的 其实一个乒乓球运动员 他从业余体校 从学校业余体校 然后省体校体育公队 国家二队 国家一队 每一个阶段最少要经历几年 那么每一个经历都有一个教练的心血 这些年轻的运动员 他们从小就热爱冰棒球 都是一级一级 打进了国家队之后 也要经过一番竞争 才能够上国家一队 上了国家一队之后 也要进行一番竞争 才能够去访欧 访欧的成绩比较好了 才能够在国家队当主力 在97年世界比赛的时候 他们是第一次参加 曼瑞斯特的世界比赛 然后这几年就慢慢 一直都代表了中国队的主力 打主力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 马龙发球 刚才我们在演播室 我们的主持人洪刚 还有梁岩老师 包括刘国梁教练都已经说了 这场球对马林来说 是生死战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七胜五负 如果这场球再输的话 他可能要跑到六名以后 六名以后 他的竞争力在 我们这次最大的转播点 一看点就是 两张富莱梅的市井赛 团体赛的名单里 可能就不能够有希望竞争到 这两个名单其中之一了 年轻队员马龙 他也是这几年出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 他的正反锁的杀伤力都很好 而且站位都比较静态 比欧洲的运动员站位比较静态 速度更快 那么在我们的转播过程中 欢迎观众朋友发送短信11移动用户到8006 连通小连通用户发送到9999266 加入直通布莱梅直播互动 与我们的主持人进行交流 每场比赛产生两名幸运观众 他们将分别获得千元红包 加上球星签名的乒乓装备 3比3 直板反销马龙这种打法 需要有良好的体力和步伐 尤其是郑右方的步伐 和传台的连续 中进台的杀伤力 这是他的优点 但是也是他最大的毛病 也是正手空档比较大 你看马龙在郑右方的球 也丢了好几个 马龙抓住他的正手的空档 不断地调动他船台 这个应该是插下缘 插下边 对 现在我发现马龙一改昨天的风格 他侧身侧的很少 站在中间 并且他用反手站中间的战术 调动马龙的正手位 给他调开 这样他也很踏实 他不侧身 但是他反手利用落点 利用调动对方 来取得积极主动 他马龙的反手的线路比较活 斜线直线 压中间 这些线路都看出来 他的计战术的思想非常清晰 现在场外的教练 各自的教练也非常严肃 对 都在注目着这场比赛 马龙紧紧地抓住了 马龙的正右方的空档 不断地调动他的船台 稍微有点机会就爆冲 没机会的时候呢 就控制着台内的短球 马龙现在有点别扭 老想着 老想测身 因为他没有机会轮起来 所以特别别扭 现在呢 马龙呢 应该采取是他调动 马龙 他调动马龙 而且马龙的脚不好 前面好帅跟马龙打的时候 就 很鬼 用八球 一直调动马龙的 正手大脚那个位置 让他用脚去跑 刚才刘国阳教练 在演播室也说了 马龙的脚伤 今天应该比昨天重得多 因为昨天刚扭之后 他是脚外怀的韧带拉伤 刚扭之后 昨天没有这么严重 那么今天的 他的脚就很肿 所以脚伤很严重的情况下 你要根据对方的弱点 去采取战术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要保持长时间的 巅峰的状态 而且身体的伤病 也是避免不了的 怎么样战胜这些伤病 战胜困难 发挥自己的特长 一直占有自己 应该有的地位 在国内显示出自己的锋芒 尤其是马龙这个年轻的队员 在去年的传用会里面 也获得了两个铜牌 在年轻的运动员里面 起了一个榜样 榜样 现在第二局比赛是马龙以11比6 轻松的拿下第二局 双方打成了1比1平 第二局的比赛 马龙就已经找到了一些 打开局面 采取主动的一些战术 对 这些战术比较成功 对 比较成功 这是年轻的教练 秦志俭 秦志俭这次也是和孔灵辉一起 国家一队的教练 对 转型 但是这个转型 像秦志俭是完全做教练 而孔灵辉他是运动员兼教练 孔灵辉也表示 他并不是完全退役 这次他不参加竞争 并不是退役 还希望能够继续拼搏2008 横板的优势就是两面都能进攻 尤其是台内横板的马龙 发挥的比较出色 他的反手线路比较活 力量也很重 当有机会的时候 他就会拼命的车身 但是因为脚伤 所以影响了他的启动和跑动的范围 对 方正导 您看像马龙这种技术风格 他和刘国正同样的打法 但是他们俩的不停点在哪 马龙的正手杀伤力 没有刘国正那么好 刘国正确实正手的杀伤力 是比较公认的 只要他腾出手来扔别人 别人都不好防 相对的马龙反手的感觉 明显的比刘国正要好一点 无论是控制还是防守还是进攻 他的反手都比较均衡 刘国正正手比较突出 步伐比较突出 尤其是中台比较突出 从这几次比赛来看 马龙的前三板 包括台内短球 很多细腻的活 他控制的都很好 没有露出什么漏洞 不会说白短的时候 冒得很高 或者是爽转 判断的不清楚 或者是处理球不合理 总的来讲 处理球和判断都非常合理 现在4比2 相持反手 现在有一位观众呢 发来短信 他主要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比赛当中 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宜春的观众 他的手机尾号是2888 他说 如果比赛中用另外一只手 把球打过去算不算赢 在这儿呢 方二老爷可以解释一下 肯定是算输的 算输的 因为他这个要求 现在没有连击了 就是你打出界之后 打到对方的球板上 那么算你输 没有连击这一说 原来可以 原来算你得分 你打到对方球板上 算连击 他连击你得分 那么现在呢 好像没有了 没有了 但是打到了球板板坝上 包括这个球板的上面 那个板坝上 这个好像也算赢 对 只要不两跳 只要不两跳算好球 只要打在拍子的 这个 你的正面的拍子上面 任何一个部位 不仅是在胶皮海绵上 在板坝上 也照样算得分 现在场上的情况 对马林越来越不利 8比3 马龙打得比较顺手 应该说 他严密地控制着马林 让他抡不起来 另外一个呢 没什么机会上手 马林的短球的台内 控制 也找不到什么机会 大家看到马龙 这个年轻队员 几乎是趴在球台上 处理台内的球 处理刚出台的球 9比5 现在已经落后了4分 对马龙非常有利 第三局的比赛呢 马龙是拿到了局点 10比5 打11分 确实如果是落后 4 5分 就显得差距很大 差距很大 不像21分 对 还能追 第二 第三局的比赛结束了 马龙呢 就以11比6 拿下了第三局 那么方指导 您看 马林现在这种情况 怎样 从哪个方面 才能够扭转 这样的局面 是从这个心理上 心态上 还是从技术的 哪个战术上面改变 我 从教练的角度呢 感觉到 在心态上呢 一定要 处理的更好一点 因为对年轻的队员 他在拼搏 他在拼搏 另外一个呢 多多少少 影响到 他的一些 心理的因素 因为 昨天 在比赛里面 也出现了一点风波 因为插边的球 受到了 刘古良 主教练的一些批评 大家教练 对他也 进行了帮助 对他的情绪上 有所影响 这场球呢 又这么重要 在开局的时候呢 还可以到终局现在呢 感觉到他的技术 也发挥的 不是那么理想 他的得分手段 还不是很清楚 像这些反拉 平时马林打好的时候 这些反拉应该是 得分率比较高的 对 在上手的 正手的得分手 得分率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目前你看 统计一下 他的正手 得分率并不是很高 而大家比反手的时候 马龙就显得比他上风 因为马龙的横板 毕竟战有先天性的这种优势 对 如果马龙的正手 不得分 那就很难打 这场比赛就很难打 关键是现在马龙啊 这个已经想通了 他这个战术 虽然他脚疼 可是他站中间 而且很拼 对 也不吃发球 也不吃发球 他就是给你打来回 他调动你 控制你 然后给你打相持 打实力 这样的话 自己反而省劲了 你发现 省力以后 效果也不比这个 全台用正手 效果差 对 这种球马龙一吊起来 马龙一吊起来 马龙就会车身去打哪里 因为这个球啊 大家都是队内的比赛 球路都比较熟 对对方的特点 对对方的习惯线路 都比较清楚 这里有一个重庆的观众朋友 手机尾号是5884 他说队员迎球时 经常叫一声 去 是什么意思 在这儿呢 其实方人导也可以解释 我也可以解释 其实运动员 他在迎球之后 他所发出那个声音 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声音 并不是哪个字 对 或者也不是哪个词 对 而是给自己鼓劲 就是发出最本能的一种吼叫声 但这种吼叫声 不是说是驱啊 是杀啊什么的 都不是 就是一种声音的代表 三支 往往运动员在比赛过程里面 打一个好球 或者是关键的球拿下来的时候 都是这样去发泄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激动 像马龙拉起来这个球 马龄处理这一板球 就显得弧线和速度就比较高了 比较慢了 原来以这种球处理 一定要反手的推挡 一定要加点力 对吧 杨颖明也是直板的打法出来的 推挡如果你光是加不加力 没有一些凶狠的落点变化的话 横板是不太怕的 对 直板就怕打成 就是你发力 你也是很别扭 就是整个心理上 这个在发力 在进行一些搏杀的情况下 不是自己内心想去这么做 而是认为我没办法 我就得这么去做 这样这个状态就不积极 所以人的心理也不够能够静下来 这一局呢 从我们的角度看 马龄已经有点改变了 改变了他的一些技术战术了 他更多的是用了 赚不赚这一类的发球 因为呢 刚才他发带撤旋的短球呢 马龙摆得非常好 所以他现在看来场上有点变化 他是以赚不赚的这种发球 来让马龙如果判断不好 白短就容易冒高 所以马龄就更多的伤力的冲拉的机会就多了 好 现在8比5 马龄要是能够拿下这一局的话 双方将进行第五局的决胜局 我相信所有的教练运动员都非常关心 关注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对马龄来说 可以说是生死大战了 大家教练都非常关注 打乒乓球 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他都具备了很多套的得分手段 或者是特长技战术 车上车下的发球是一大类 转不转的发球也是一大类 用长短的落点变化来创造抢拉的机会 进攻的机会也是一大类 那么现在呢 马龙就拿下了第四局 双方打成了2比2平 接下来要进行第五局决胜局的比赛 这是马龙的教练秦志简 我们年轻的教练人 他也是来自你的家乡江苏 江苏人 孔令辉呢 这次也是多次担任场外指导 而且对自己的场外指导 感觉还是非常满意 但是我看得出孔令辉的表情啊 在做场外的时候还是有点着急 因为运动员刚退下来当教练 总有一种感觉 就恨不得自己上去打 老认为这个队员怎么贯吃不了 不能按他想的去做 其实还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对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48届世兵赛团体赛 中国平凡球南队的第二次大循环选拔赛 这场比赛对于马林 到了决胜局了 对 第5局 漂亮 马龙这个反手的拉折线 对纸板的带面拉的选手来讲 威胁都是比较大的 因为像金泽珠以前纸板的 金泽珠 马龙 马林这些纸板都是最怕对方抽这种 好球 我们刚才看见马林不论从表情上 还是从这个 这个积极的状态上 这个都已经要 进入了最佳状态 而且马林也要拼命了 这时候 此时不战何时战 切一个 马龙这个正手拉起来之后啊 马林用了切 这个技术 推挡一切切一个下旋球 这种球挺别扭的 横板挺怕的 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老前辈的一句名言 好球 就是人生能有几回搏 其实很多时候在重要的时候一定要能够活得出去 对 但是这一个球马林又比较保守一点 他就稳着控制着 借力着在防守 在防守之中调动对方的弱点来得分 因为他知道 马龙他也很难跑 角度大了他也跑不开 现在三比一 防住他 像这几个球 从我的角度认为马林应该切身了 不能太过于球稳 对 老是想靠对方失误 这种思想意识本身就是不积极 三比二 还是以发转不转 好球勾起来 反手 直板横拉 太被动了 三比三 双方呢在第五局又打成了三比三平 都是在算球 都是在斗智斗勇 对 转不转 行不行 车上车下 行不行 这赢球啊 最高境界不是赢对方 不是赢球 而是去赢对方的心 对 琢磨对方的球路 算计对方的球 然后自己打成功 自己的 按照自己的思路打成功了 就会特别心 特别开心 这让我想起了 第四十五届世评赛 马林和刘国梁那场男单的决赛 打到最后 两人一个对比 就是马林一直在防 一直在推 对 这个 而刘国梁呢 不论输赢 不论打得着 打不着 都硬着头皮打 对 都是硬着头皮在那打 对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有没有印象 四十五届世评赛在荷兰吗 对 在荷兰 这场球是终身难忘的 对 马林一直处在招架的局面 对 而且双方比分一直掐着 在对内比赛的话 可能马林赢得多 但是在这样重大的比赛里面 马林就求稳了 一求稳了 反手就传是在架 对 刘国梁是拿下了内场 就四十五届世评赛 在南大冠军之后 是获得了大满贯 5比5 比分的交替上升 也看出来呢 马林有点保守 好球 这球应该加摩擦 没挂住球 马林这个球啊 抬手还是有点高 抬手太高 然后撞击球太多 摩擦的太少 对 以前这种球应该说 能够拉住 对方能够不容易控制 一不小心就出界 或者是浮现比较高 然后才冲 往往现在省略了 总想第一把就冲 不过现在我相信 马林也很痛苦 很多运动员 也都很痛苦 但是没办法 经济体育就是这样残酷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对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不论是马林 王立琴 这些包括侯英超 好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6比5 请拉 马龙这个球拉得非常好 因为他拉出来的球 进往 进往对方不好反拉 现在运动员都反拉 都会反拉 但是这个球 如果你拉得不好 就给对方创造了 很好的反拉的机会 现在马林怎么在他的最拿手的 发球 接发球上 能够找一些机会 好球 马龙这几个球打得非常硬 非常硬 很果断 漂亮 男打赶聘 这是年轻队员的 最具备的一种 优良的一种 素质和品德 现在马林已经到了 悬崖边了 这时候 没有什么退路 而这场比赛 输了的话 马林 他的这个名次 就要可能在 五六名以后了 第五局和第四局的 马林的表现 就感觉到不一样 第四局 第五局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个教练员 其实心里面那种 天翻地覆的变化 翻江倒海 跟着比分的起伏 每一个教练 自己各自主管的队员 都是按照自己的思路 去训练 去要求 现在呢 有一位四川成都的观众朋友 他的手机尾号是0356 他问呢 就是 能否在解说中 多播报一些其他场次的战况 另外呢 可增加一些观众的互动 这样 因为我们在转播的时候 我们的解说席呢 是对着一号球台的 在其他几张球台同时进行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 还不能够完全都会顾及到 在这呢 等稍后 在中间广告时间呢 我们将会去问一下 其他的成绩 再向观众朋友 这个播报信息 这样比赛结束了 马龙就以3比2 胜了马林 这场比赛呢 这个总体来说 马林还是打的差一点 对 还是打的差 保守 对 第四局的马龙 的马林和第五局的马林呢 就由 看出来 表现得分的技战术 差一点 就差一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演播室的红刚 谢谢大家